如今吴晨在赵天涯的眼中那可就是救命恩人 拯救了他们一家四口 见他们有些激动 吴晨很识趣地走出卧室 给他们留下一个私人空间 正好让夫妻两人说一些T气话 今天可以救治钟廖云多亏前些日子晋升成功 不然的话他可没把握 而经过了这件事 吴晨更是感觉到了灵气的好处 越发不敢懈怠自己的修炼 抽空摸空就开始修炼起来 等夫妻两人再次出来的时候 两个熊孩子已经在沙发上睡着 吴晨正盘腿坐着修炼 感觉到有脚步声走来 他便很快睁开眼睛 赵哥 赵嫂 他笑着喊道 赵天涯颇为激动地握住他的手 吴兄弟 我是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实在太感谢你了 如果不是你的话 我都有了随他而去的心思 不过幸好 吴晨摆了摆手 阻止赵天涯再次道谢的举动 赵哥说这话就见外了 不过我还有事要跟你说 虽然赵嫂体内的癌细胞已经被我清除大半 可身子还是需要好好调整 正好可以喝一些我弄的药酒 对他恢复身体有很大的帮助 不过我这可不是要为我的药酒打广告 就是在为赵嫂的病情着想 赵天涯豪爽地笑了笑 吴兄弟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还能不清楚 就算你不说 我也想好好感谢你一番 刚才在屋里一直和妙云商量 我原本是想用钱答谢你 可他却觉得你不像是会贪图这点钱财的人 所以为了表示感谢 我想再投资你的药酒作坊 也不多 就一百万 听到这话 吴晨急忙甩手拒绝 你看我都叫你一声赵哥 就赵嫂也是应该 还说什么投资不投资 两个人一直在推推嚷嚷地说着 忠妙云文生从里面赶过来 见吴晨如此坚持 也开始帮着劝说丈夫 天涯 吴兄弟这样说就算了吧 话音落 他又转头看向一旁的吴晨 笑着开口 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直观找我们 能帮上就一定尽力 吴晨也没有再推辞 颇为爽快地答应下来 三人坐在客厅闲谈 与此同时 得知换了新镇长的李达康 正忙不迭时地朝镇政府走去 之前段镇江在位 工程款一个劲地拖欠不说 甚至每次去要工程款的时候 还总是言语威胁 他也早已经受够了这窝囊器 现如今知道段镇江倒台 这工程款是必然得追回来的 他轻车熟路地来到镇政府 果真发现里面的人已经大换血 之前段镇江安排在职的亲戚 早已被换了下去 所有的人都是一副新面孔 其中一个刚上任的小秘书 看到李达康 急忙起身冲他弯腰 出声招呼 你好 请问您想找谁 梁镇长在不在办公室 小秘书点了点头 梁镇长正在办公室处理事情 我先去帮你问一下 请问您找他什么事 我是之前为镇里盖大楼的工地老板 段镇江在的时候 一直拖欠工程款 我现在就是过来讨要工程款 李达康如实说 态度也算和善 小秘书轻声恩了一下 随即放轻脚步 朝梁小燕的办公室走去 他也是听过段镇江之前 所作所为的人 更相信了李达康的话 甚至还有些同情他 三两分钟后 小秘书便带他进去 看到新来的镇长是一个女人 李达康的脸上闪过一些惊讶 不过他却没有多纠结此事 很快将自己此行的目的如实告知 梁镇长您好 我是段镇长在的时候 帮镇里盖大楼的工地老板 当时他拖欠了很多工程款没有 不知道现在镇里可不可以给结算一下 这工程款已经拖了很长时间 我如果不是手头的资金 实在没有办法周转 也不会在今天冒冒失失过来 李达康虽然没有咄咄逼人 可他所说的每句话 却让梁小燕不好意思再拖下去 我之前有所了解 稍等一下 他只得找来镇上管财务的会计 先将李达康这里所欠的账目结清 然而段镇江之前所欠的工程款项目 太过于庞大 给他结清之后 可用资金几乎已经没有 梁小燕不觉有些头痛 可再怎么着 也不可将盖到一半的大楼搁置 他轻忽了口气 再度开口 李老板 这大楼还请您继续往下盖 工程款这边镇政府一定不会再拖 实在不好意思 这栋大楼我是没办法再继续盖 长期不发工资 员工都有了不小的意见 所以还请梁镇长见谅 李达康急忙白手拒绝 显然是对镇上的这栋大楼有了阴影 然而梁小燕又并非段镇江 李达康既然不愿意 他也就不可能做出威胁恐吓的事情 只得让他离开 原先段镇江留下来的麻烦事 就已经很多了 他这段时间已经在一一处理 没想到居然还有这么一件事 现如今大楼势必要继续建造下去 可镇上可以用的钱财已所剩无几 一件接一件的麻烦事 让梁小燕越发的头痛 心中连连责怪段镇江留下一堆烂摊子 最后反倒让他擦屁股 梁小燕越想越郁闷 长说了口气 未能缓解心中的烦闷 现如今遗留下了最大的问题就是 那栋未完工的大楼该如何是好 建都已经建了一半 总不可能放着不管 那之前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 不就白浪费了 可一是办会 想找一个合适的人接手下去 也着实是难 难怪他如此郁闷 李达康从镇政府离开后 天色也已经黑了下来 他回到工地 将所有员工的工资结清 这段时间一直提着的心 才算放得下来 心中暗想 再也不接镇上的活迹了 同一时刻的绿水村里 因吴晨治好了钟妙云 这赵天涯的心中的一块大石头 也落了下来 当即拉着吴晨喝了几杯 而在他们喝酒时 钟妙云忍不住跟邓倩说了几句 两人在微信上谈了不少 眼看赵天涯快要喝多 他急忙跟邓倩说了声 随后搀扶着他朝水上木屋走去 两个熊孩子一直蹦蹦跳跳地跟着 得知吴晨治好了钟妙云 邓倩直接坐不住了 直接开车去了绿水村 打算具体问一下吴晨这事 或许是因为心中有些许期待 邓倩这一路上更是将车开到最快 巴不得快点从吴晨那求证一下 原本半个小时的路程 不到二十分钟就已经赶到 等他赶到吴晨家门口时 吴晨才刚将赵天涯一家人 送回了水上木屋 正准备回家时 却猛地听到一阵刹车声 他顿住了脚步 向后看了一眼 一眼便认出了邓倩的车 琢磨着邓倩这么晚过来 肯定有事要说 吴晨也就没有着急回去 就站在门口等着邓倩下来 小陈 我有件事要问你 邓倩还没下车 声音就已经老远地传了过来 怎么听都有些激动 说话间 他也已经从车上下来 快步走到吴晨面前 十分激动地抓着他的胳膊 某种满是期盼 什么事啊 直接打个电话问我不就成了 怎么还大老远跑到我这儿 难不成邓姐是想在我这过夜 吴晨嬉皮笑脸地说 目光还一直在邓倩的身上 来回打量 我这次过来可是问你正经似的 把你那色眯眯的眼神 给我收一手 邓倩美好气地白了他一眼 心中却不觉有些美滋滋 毕竟吴晨的目光 也间接地证明了他本身的魅力 而这对女人来说 无疑就是最大的认可 两人说话的时候 外面还刮了一阵凉风 哪怕吴晨穿得很厚也感觉有些冷 更何况这次邓倩过来的太过着急 居然只穿了一件紧身薄毛衣 一阵冷风吹过 他不由地打了一个冷战 吴晨十分贴心地拉他进去 邓姐你快点进来吧 别在外面站着 穿得那么少 怎么还一直往外跑 一点也不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 这要是以后受了风寒 就是大毛病 兴许是因为吴晨懂医术 就一时忍不住多唠叨了几句 邓倩很是错愣地看着他 其实这么多年 他和妹妹相依为命 很少有人会跟他说这样的话 他的性子一向要强 骨子里更是有一股 不轻易服输的劲 纵然追他的男人一大把 可那大多都是因为他的美貌 没有一个人会像吴晨一样关心他 所以吴晨这无意的一句话 却恰恰触动了他内心的那根弦 一阵暖衣划过 看到邓倩一直盯着自己 吴晨竟然也有些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脑袋 邓姐 邓姐 他一脸喊了几声 可邓倩依旧没有什么反应 直到吴晨抬手在他面前晃了几下 邓倩急忙甩了甩脑袋 犹如大梦初醒地问 怎么了 吴晨有些哭笑不得 怎么还成你问我怎么了 你刚才一直走神 我喊了你半天都没有反应 是吗 邓倩也尴尬地笑了笑 一时间竟也不知道该跟吴晨说些什么 邓姐 你刚才一直看着我干什么 是嫌我刚才都说了几句吗 吴晨好奇地问 目光在他的身上打亮着 跟邓倩认识这么长时间 吴晨对他的脾气秉性再了解不过 他根本不会在与别人说话的时候出现走神的状态 毕竟这也代表着对内人的不尊重 可他这次却出神了 所以吴晨很好奇 他在想什么 邓倩急忙摇头 无意间看到还未来得及收拾的酒桌 索性将吴晨拽着坐下来 在想该怎么问你那件事 正好你这还有一些酒没有喝完 不如我们两个就喝几杯 吴晨挑了挑眉 对邓倩的这个提议很是惊讶 你真的要喝 毕竟现在天色已经不早 如果他再喝几杯的话 必然没有办法回去 也就只能在他这里留宿 当然了 不然我还说什么 邓倩自来熟的坐到酒桌 随后抬手拍了拍旁边的凳子 示意吴晨坐下 他话都已经说到这里 吴晨自然不会再拒绝 很快在邓倩的旁边坐下 出声询问 邓倩想问我什么事 邓倩自顾自的给自个倒了一杯酒 仰头喝尽方才开口 我听赵嫂说你治好了他 这个消息靠不靠谱 他自己都说治好了 你觉得呢 吴晨并没有回答 反而将这个话题 轻飘飘地再次丢给邓倩 两人碰了下杯子 突然都没有说话 邓倩笑了笑 率先出声 打破了这的安静 看你这自信的样子 我倒是觉得治好了 这次吴晨点了点头 好奇地打量了一下他 邓姐 难不成你这么晚过来 就是为了问我这件事 不然呢 找你喝酒啊 找我喝酒倒也不是不可以 你看我现在不是正在陪你喝着呢 当然了 如果邓姐愿意 陪睡也行啊 吴晨晃了晃手中的酒杯 十分不着调地打去着 你倒想得美 邓倩娇羞瞪他 毕竟邓姐身材这么好 我要是连想都不敢想的话 那岂不是也太 吴晨半饮半露地说着 故意装着色咪咪的样子 将目光落在他的心前 因为邓倩来得着急 并未披上外套 那玲珑有致的身材 展露无遗 再加上之前有好几次邓倩 为了让吴晨帮忙 而刻意引诱过吴晨 所以吴晨对他心前的规模 也可以说十分了解 甚至还隐隐期待 能与他发生一些美妙的事情 邓倩并没有恼怒 他知道吴晨最多就是说笑 自然不会太放在心上 两个人说笑打闹了一阵 邓倩便开始将话题扯到正式 他轻叹了口气 现在供销社效益不怎么好 我打算从供销社出来单干 这是好事啊 吴晨笑着开口 邓倩看了他一眼 一口气将面前酒杯里的酒喝尽 如果有钱的话 这倒确实可以说是一件好事 可我这些年虽然存了一些钱 但基本上都供我妹妹上学了 再加上平日里的花销 基本上所剩无几 所以也就只能另寻途径 我想找一些人入股 最起码把资金问题解决 听邓倩说到这 吴晨便明白了他的意思 也理解他心中的苦恼 不过他却没有出声打断邓倩的话 反而一直在一旁安静地听着 我之前给你介绍的那一家人 就是我物色好的合作人 赵天牙是省城的大老板 如果有他跟我投资 或许之后会轻松一些吧 邓倩今天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就是觉得心里憋们的厉害 只想找一个人倾诉一下 告诉他自己的难受 而在他潜意识里 最相信的人竟然是吴晨 连他本人都未曾发觉 那我倒是要恭喜你 要不是你把赵天牙一家人介绍给我 我也根本不会有机会 治好他的妻子 归根究底 我看他们这一家人 最该感谢的人就是你 我觉得拉他入股的机会 还是很大的 吴晨并不打算告诉他 赵天牙之前有说 入股要酒作坊的事 毕竟这对他 也是一个不小的刺激 听吴晨这么一说 邓倩也觉得 让赵天牙投资 有不小的希望 一直惦记着的事情 有了好的结果 邓倩倒也放开了 开始跟吴晨畅快地喝了起来 显然不打算回去了 酒过三旬 吴晨突然想起 邓倩之前所说的公妹妹上学花了大半 心中不觉有些好奇 邓姐 你什么时候多了个妹妹 邓倩娇春般地瞪了他一眼 晃晃悠悠地站起身 在吴晨的肩膀上拍了一下 此时他已经喝了不少酒 一举一动 皆是媚态十足 惹的人不由地跟着心源一马 吴晨自然也不例外 怕邓倩会不小心摔倒 吴晨急急忙忙地起身跟在他身后 而随着邓倩的动作 他的呼吸声不由地随之加重 目光却从未从邓倩的身上离开 而邓倩却不知干了什么 竟然将左脚踩到右脚上 一下子踩空 整个人朝吴晨的身上扑去 吴晨急忙扶住他的腰 用自己的身体将他支起 无奈道 怎么酒量不行 还喝这么多 他刚说完 邓倩的手便在他的脸上拍了一下 凶巴巴地瞪他 谁不行啊 邓倩撑着身 晃晃悠悠地从吴晨的身上离开 在他的胸口点了点 我告诉你 我邓倩什么都可以 你们都别想看扁我 我比你们任何人都可以 听清楚了没有 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无比认真 身上的那股子骄傲劲 让他越发夺目 吴晨一看就知道他是喝多了 也不跟他纠结那么多 附和道 对对对 你是谁啊 邓倩两眼迷离地看着吴晨 只觉得眼前有无数人影晃过 他晃晃脑袋 想要看清面前的人 结果却毫无用处 正到吴晨准备开口时 邓倩突然伸手捂住他的嘴巴 将自己的脸凑到他面前 认真地打量了好一会儿 突然灿烂地笑了起来 拍着他的胸脯开口 吴晨 你是吴晨 我是吴晨 他无奈附和 话音落 邓倩突然一把攀上吴晨的肩膀 将自己的脑袋靠在他身上 我妹妹长得可好看 比我长得还漂亮 她现在上高中 等以后有机会我介绍给你认识 一定看一下你的眼睛 她也不知道是怎么的 突然想起刚才吴晨问的那个问题 很没得意地说 如此姿态 像急了小孩子在炫耀自己心得的玩具 吴晨错愣了一下 方才反应过来 原来邓倩是在回答他刚才的那个问题 可看到他如此焦态 吴晨静也有些不知所措 不知该如何是好 邓姐你喝多了 我带你去睡觉 她小心翼翼地搀扶着邓倩 试图将他带到客房里面休息 然而邓倩却仿佛受了什么刺激 一把甩开他搀扶自己的手 半眯着眼指向吴晨 我刚才都跟你说 我没喝多 我 没喝多 邓倩一字一顿地强调 身体却不受控制地开始摇摇晃晃 看到他这个样子 吴晨越发可以确定 邓倩是醉了个彻底 无奈之余又不觉得有些好笑 他跟邓倩认识这么长时间 还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个样子 实在难得 不过现在 他也就只能顺着邓倩的意思 急忙开口安抚 好好好 你没醉 不过 现在已经很晚了 也是时候去睡觉了 我带你回房间好不好 听到这话 邓倩方才满意地点头 他突然对着面前的吴晨伸出双臂 歪着脑袋看向他 一动不动地站着 这是干什么 吴晨不解地问 邓倩一本正经地看着他 理所当然地开口 抱我呀 我抱你 吴晨一脸错愣 很是不理解面前的邓倩到底是何意思 你不抱我 让我怎么回房休息 抱啊 见邓倩确实醉得不清 吴晨抬手揉了揉眉心 一把将他抱起 轻忽了几口气 压下心中的火气 邓倩一点也不顾及 歪着脑袋 靠在他的肩膀上 寻了一个舒服的姿势 然而没等吴晨走几步 怀中的邓倩突然一阵干呕 在吴晨还没反应过来时便吐了他一声 一阵刺鼻的味道涌进吴晨的鼻尖 他很是无奈地抬头看向天花板 真不知道今天是造了什么孽 可就算邓倩吐了他一声 他却也不可能将怀中的邓倩丢下去 只能一声声地在他耳边唤道 邓倩 邓倩 不论他怎么喊 邓倩依旧睡得沉稳 看到他身上的一身污渍 吴晨也绝不可能将他这样丢上床 在脑袋里做了无数心理建设 方才将他身上的衣服扒干净抱进浴室 本来是希望邓倩碰到水之后 可以自己醒过来 这样他也能省些力气 可偏偏邓倩这次醉了异常彻底 无数水在他娇嫩的肌肤上滑过 他只是皱了皱眉 依旧睡得四平八稳 吴晨咬了咬牙 帮他简单清洗了下 纵然他在清洗的过程中 已经克制自己的眼睛 不去往邓倩的身上描 可他毕竟是个正常的男人 虽说男人本色 可他却也不会在这种情况下 占邓倩的便宜 压下冲动 心中默念几声非礼物事 这才再次将邓倩从浴盆中抱起 帮邓倩穿好浴袍丢上床 吴晨也只能自个儿 冲一个冷水澡压压火 怕第二天早上 邓倩起来没有衣服穿 吴晨还十分贴心地 将两人的衣服清洗了一下 搭在阳台上 等他将这一切事情做完 自己也着实累得不轻 长舒了口气朝卧室走去 半夜 朦胧的月光透过窗户 撒在大床上 床上一道玲珑有致的身影 突然翻了个身 一脚将身上的被子踹开 似乎觉得嗓子有些干 邓倩猛的一下从床上坐起 连眼睛都不愿完全睁开 就这么半眯着眼睛朝客厅走去 嘴里还是哈欠连连 只觉得困得不行 他凭着印象到饮水机旁接杯水 咕嘟咕嘟地将水杯里面的水喝了干净 随即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 踢踏着拖鞋朝卧室走去 兴许是因为此时的邓倩 已经被困意支配 根本没发觉自己走错了屋子 跑到了隔壁的无尘屋里 邓倩很是随意地往床上一躺 将压在身下的被子盖在身上 而从始至中他都未曾睁开眼睛 夜晚有些冷 邓倩死命地将被子拉了拉 他费了好大的力气 依旧没有将被子拉过来 索性资格往里面挪了挪 挪到一半突然发现 有一个东西挡着自己 邓倩眉头一皱后露出一抹笑容 直接将旁边的无尘 当作自己房间里那个人类般大的熊 颇为豪迈地将大长腿搭了过去 脑袋寻了一个舒服的位置 唇角挂着满意的笑容睡去 兴许是因为酒精缘故 两个人今晚都睡得十分沉 第二天一大早 邓倩率先清醒 他闭着眼睛 正准备舒舒服服地伸一个懒腰 一动手 却发现自己的指尖传来一阵结实肌肉的触感 隐有的困意消失 紧闭的毛子瞬间睁开 看到身旁赤身裹体的无尘 他彻底震住了 急忙晃晃脑袋 低下脑袋看了一眼自己 看到浴袍内 同样一丝不挂的身子 邓倩的脑袋里仿佛被劈下了一道惊雷 半嗓都没有反应过来 难不成自个和无尘酒后乱性 他抬手拍了他脑袋 细细回忆了一下 昨天晚上发生的事 可他的脑袋里 只记得他跟无尘说 想脱离供销社单干的事 之后的事情一丝半点都想不起来 其实这也不能怪他多想 毕竟无尘家中又没有别的女人 他也清晰地记着自己没有脱衣服 那这现在这种情况就很显而易见 除了酒后乱性也没有第二种可能 邓倩隐隐隐有些恼怒 就算他酒量不胜喝醉了 那无尘也不可以趁人之危啊 他正准备抬手将无尘拍醒 却猛地发现这个房间是无尘的主卧 虽说昨天晚上他醒来喝水的时候 一直半睁着眼睛 可他却还是记住了自己所住的房间 根本不是现在这间 他震惊地张大嘴 脑海中冒出一个尴尬的想法 难不成是他昨天晚上回去的时候 走错房间 邓倩越想越觉得郁闷 再也没有心思叫醒旁边熟睡的吴尘 这样一来 别说吴尘没对他做傻 就算真的是做了傻 他也没有什么理由再责怪吴尘 毕竟是他自己跑错屋子 他抬头看了看天花板 又看了一眼旁边熟睡的吴尘 脑袋里止不住的一阵胡思乱想 现在都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还有什么其他的解决办法吗 反正吴尘长得不错 人品不错 能力也是数一数二的 自己貌似对他也挺有好感 倒不如就就这样 这个念头一旦萌生出来 便在邓倩的心底生根发芽 反正都已经这样了 就便宜这个臭小子了 邓倩小声嘟囔一句 猛的感觉到脑袋还有些发痛 他缩了缩身子 钻到吴尘怀中 准备接着睡 吴尘昨天先是和赵天涯喝了一会 后来又陪着邓倩喝了好一会 虽然最后用灵力逼出了大部分 可这脑袋却还是沉得厉害 只是随着邓倩再次钻入她的怀里 她猛地闻到一阵女人身上的清香味 唇角隐隐勾起一道弧度 理所当然地将怀中的女人当成乔玉兰 毕竟在这个时候 能到她家里的也就只有她了 既然断定是乔玉兰 吴尘自然没有多少顾忌 连眼睛都没有睁开 猛的一个用力将她往怀里拉了几分 你清点 她耳派生起丝丝红意 声音也随之娇柔了几分 一听到声音 吴尘一愣 困意顿时消散 猛得睁眼 怀中的人哪里是乔玉兰 邓 邓杰 吴尘震惊 邓倩是做生意的人 自然颇懂得察言观色 看到吴尘脸上的震惊 心中隐隐有些不悦 还以为她想赖账 你看到我 为什么这么震惊 我当然震惊了 你怎么会出现在我的床上啊 吴尘颇为不解地问 一听她这话 邓倩就气不打一处来 直接将身上的浴袍脱了个干净 引有哭腔地问 你还想吃干抹镜不认账吗 你家里根本没有别的女人 我现在身上有什么都没有穿 不是你是谁 从她的话语间 吴尘已经捕捉到一二 很快反应过来 邓倩可能是误会了 她很是不好意思地倾咳几声 邓姐 昨天晚上你喝多了吐了一声 所以我就帮你洗了个澡 但我真的没碰你 吴尘一脸信誓旦旦的开口 完全没有摸透 此时邓倩的心思 不过她的目光 还是会被邓倩玲珑有致的身材所吸引 悄悄瞄了一眼 心中不由则舌 没想到平日里邓倩看起来还有些瘦 脱了衣服 居然这般有料 心前的规模也一点不小 昨天晚上 浴室的灯光还有些昏暗 而现在这个光线 可谓是一览无余 不过 她也不会不要命地一直盯着 就怕邓倩会跟她算账 吴尘这一副必如蛇蝎的样子 让邓倩越发委屈 对自己的魅力深感怀疑 昨天晚上 她一丝不挂在她面前 吴尘都没有碰 难不成她邓倩就一点吸引力也没有 她抬头看了一眼吴尘 顾不得将浴袍披上 垂着脑袋低声抽噎起来 原本她以为两人是酒后乱性 确实惊慌是错了好一会 可等她细细思量过后 却觉得将自己交付给吴尘也不错 可现在事情竟发生这么大的反转 她也说不出心中是何滋味 你确定你昨天晚上 真的没有对我做那事 她用通红的眼睛看着吴尘 声音中有一股难掩式的颤抖 吴尘还以为邓倩这是要追究责任 急忙出声 没有 原本她觉得这句话下来 邓倩应该松一口气 而这是就可以顺理成章的结果 可事情偏偏出乎了她的预料 邓倩忧愿地看了吴尘一眼 泪水再也控制不住地顺着脸颊流下 一看邓倩哭了 吴尘瞬间不知所措 她慌忙抬手帮她擦去眼泪 却不知道该说出什么话来安抚邓倩 邓倩一边避开吴尘的手 一边又抬手胡乱地抹去眼角的泪 难道我对你就一点吸引力都没有 在那种情况下你都 后面的话邓倩也说不出口 肩膀却颤抖得越发厉害 她接二连三的质问让吴尘没有办法回答 可她的玲珑有致的身体 却让吴尘不禁多看几眼 再加上邓倩一直没有将刚才脱下的浴袍披上 整个人就那么毫无隐私地展示在吴尘的面前 原本大早上就容易冲动 如今再加上邓倩这个诱惑 吴尘怎么可能忍住 她在中途平复了好几次 心情却没什么作用 目光一直被邓倩洗 呼吸声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加重 在最后一秒终是忍不住了 既然想知道我有没有做 那不妨现在试一下 正好确认一次 随着话音落下 吴尘一下子将邓倩压到身下 对着那基于已久的小嘴倾向 邓倩先是猛地发出一阵惊呼声 然后被吴尘大胆地动作惊叨 虽然她有时候口头上会说一些婚话 可她终究是没有经历过人事的姑娘 如今被吴尘压在身下说不害羞 也是假的 她的耳畔很快升起一丝红韵 面容看起来也比往日娇柔几分 可能是因为先前都已经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邓倩在震惊后也没有再抗拒吴尘 反而还将自己的身子贴近吴尘 察觉到她这个小动作 吴尘不由地撇开唇角笑了笑 随即俯身凑到她耳边 轻飘飘地丢下一句话 看来邓姐也很期待 瞎说 她面色羞红的呵斥 却犹如被戳中了心事一般 不敢直视她的眼睛 吴尘算是间接获得了邓倩的许可 脸上的笑容越发灿烂 宽大的手掌开始上下起手 而在这期间 邓倩倒是颇为配合 一大早上 吴尘也精力旺盛 一连折腾了邓倩好久 直到她求饶才罢休 而且这一通闹腾过后 邓倩自然也就将昨天晚上 究竟有没有发生关系的是抛在脑后 反正现在是真的发生了 邓姐身材真好 吴尘嬉皮笑脸地说 手还没有从她的身上拿开 时不时地轻轻捏一下 邓倩有气无力地瞪了她一眼 心中就不禁嘀咕 这臭小子还真不客气 正到两人在床上闲聊时 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 邓倩一下就慌了神 怎么这个时候 还有人到你家来 她偏头看了一眼身旁的吴尘 引游脑溢地在她的腹部凝了一下 这点力道对吴尘来说 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不过她却忍不住想逗弄一下邓倩 吃痛惊呼 完了 原本我还想着下床开门 现在看来是没有这个机会了 邓倩睁大眼睛瞪她 你想怎么 心中暗想 她刚才分明没有用多大的劲 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大的反应 你主动亲我一下 我就下去开门 不然的话 吴尘不着调地说 果不其然 吴尘后面这一句 果真是来调侃她的 我看你倒是胆子越来越肥了 居然还敢开我的玩笑 邓倩一脚踹向吴尘 还没等她踹到 脚就已经被吴尘抓住 无论怎么挣扎 都动弹不得 吴尘 她恼怒喊 吴尘心中也有感称 见邓倩真的快要生气了 也就不再动弄她了 急忙抓住她的脚松开 邓姐就连胸起来也这么好看 她这句话说完 邓倩也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 冲她挥了挥拳头 抿嘴沉默 就在他们打闹的这会儿功夫 门口的敲门声越来越响 小陈 你不在家吗 这么一大早过来的人是成绩宽 她在门外喊了半天 一直没人回答 也就理所当然地以为吴尘出去了 邓倩也是被吴尘展露出来的流氓本色 给小小的刺激了一下 无奈地叹了口气 你还不去 去呀 这不还等着邓姐的香吻 吴尘说着还冲她眨眨眼睛 完全就是一副讨打的样子 我看你真是 讨人喜欢 吴尘急忙补充 邓倩上下打量了一下吴尘 从牙缝里挤出来几个字 不要脸 欣赏够了邓倩的害羞神色 吴尘也就没有再玩闹下去 可能是有要紧是吧 我先穿衣服去看看 你在床上躲着 你的衣服我已经顶你洗好了 在阳台上 等会自己去穿 听到吴尘打算出去 邓倩方才长舒了一口气 不耐烦道 知道了 今天将邓倩这朵带刺的玫瑰拿下 吴尘心中自然也是美滋滋的 穿好衣服临走时 还不忘在他脸上偷了个香 既然邓姐不愿亲我 我自己来 邓倩毫不客气地赏给他一个白眼 随手抓过一个枕头 朝吴尘丢去 然而依照吴尘的伸手 又怎么可能会被一个枕头砸到 他轻轻松松地接过邓倩砸来的枕头 随后将枕头放在他的床边 笑眯眯地走了出去 注视着他远去的背影 邓倩突然用被子蒙住脑袋 一个人小声嘟囔着 吴尘刚将门打开 程继宽便已经走了过来 闻到他身上隐隐了一些香水味 瞬间明白刚才发生什么 却也没多问 不好意思啊 程叔 让你久等了 程继宽含笑地甩了甩手 不用解释 程叔也是过来人 看到他嘴角地笑 吴尘不好意思地干咳了几声 索性将话题转过 对了 您今天这么早过来 是为了什么 我来问问你要材的是 这些天要酒作坊制造药酒 耗费了很多药材 光靠饱和糖 已经有些供应不过来 我听张斌说 你之前亲自种了一些药草 想看看你种的药草 能不能用 如果能 那我们就省下不少钱 程继宽拍了拍脑袋 直接将自己来找吴尘的目的说出 这样啊 吴尘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其实他也有很长时间 没有去看药材 果园里套中的药材到底长势如何 他还真不知道 成书 不如我们就一起去看一下 行啊 成绩宽爽快点 两人一同朝山上走着 同时也在说 药酒作坊之后的发展趋势 这段路倒也不长 两个人很快就已经赶到果园 虽说他之前在种植药材的时候 在药材里面残留了一些灵力 可他却觉得 这些药材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坏死 然而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 果园里套中的药材 长势十分良好 甚至比从饱和糖买来的还要好 一旁的成绩宽 看了也不禁则舌 这真的是你第一次动手中的药材 怎么会长得这样好 我也不知道 吴尘甘笑了几声 将药材长势良好的现象 归功到灵力上 这些天灵力的用处之大 他也是见识了不少 更为自己能有这样一个绝佳利器 而感到高兴 正当成绩宽准备再次询问 吴尘急忙出声打岔 既然现在这些药材长势良好 那我们不妨摘一些 去制作药酒试试 看看味道会不会跟之前有差距 一提起正事 成绩宽立马点头 两人动手采摘了一些必要的药材 随后便回到了作坊 因这一次制作药酒 是为了试一下这些药材的功效 所以吴尘与成绩宽 只用了一坛药酒的量 很快的 他们便将从用果园采摘来药材的第一坛药酒做好 吴尘细细品尝了一下这次的药酒 随后对成绩宽示意了下 成叔 你也尝一下 成绩宽并没有推辞 将药酒往碗中倒了一小碗 一口喝尽 我觉得除了药效外 与之前的药酒并没有差别 可能需要再沉淀几天才能让口感达到之前那种水准 吴尘跟着点点头 我觉得也是 既然已经将药酒作坊的麻烦解决 他也就没有在药酒作坊多呆 很快便向成绩宽道别 朝家中赶去 嘴里还不忘念到几句瞪欠 也不知道他离开了没有 如果没有那就 他的唇角微微勾起 露出一抹坏笑 想到这儿 吴尘也不由地加快了回家的步伐 想快点看到邓倩 等他回到家中时 赵天牙一家四口正在客厅坐着 而邓倩也已经穿戴整齐 陪同他们在客厅坐着 一直说说笑笑 导相处得颇为愉快 老远地看到吴尘回来 邓倩颇为主动地走到吴尘跟前 挽着他的胳膊再次走进屋内 他这个动作让吴尘稍稍愣了一下 心中涂生疑惑 这是在玩什么花样 配合一下我 邓倩的身子朝吴尘所在的方向靠了靠 压低声音说了这么几个字 配合是当然可以的 那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些好处 吴尘挑眉看他 他的唇角一直挂着一抹恰到好处的笑 细血地打量着邓倩 邓倩美好气地白了他一眼 柔弱无骨的小手在他腰间狠狠掐了一把 早上还没有给你好处吗 占我那么大便宜 还不说帮点忙 见邓倩好意思提早上的事 吴尘越发来劲 光今天早上乃够 以后 我看你是真敢想 邓倩恼怒瞪他 等以后你就知道 我不光敢想 我还敢做 吴尘笑嘿嘿地说 两个人这一番窃窃私语 在旁人的眼中可不就是一副打情骂俏的姿态 也理所当然地将他们二人看作情侣 钟妙云不禁打趣 真是感情好 感情再好也比不上赵哥和赵嫂 我倒是十分羡慕赵哥对赵嫂的深情 为你抛下那么大一个公司 邓倩冲他眨了眨眼睛 十分俏皮地说 跟以前的玉姐形象大相径庭 不过作为一个合格的商人 确实应该多一些心眼 该装的时候就得装 依照赵天涯对钟妙云的感情 邓倩想要拉到赵天涯的投资 先跟他老婆打好关系 这也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有意无意地吹捧一下 钟妙云也是无伤大雅 钟妙云温柔地笑了笑 抬手指了指邓倩身旁的吴尘 我看吴兄弟不错 在这个年纪就能有如此心性 这以后的成就可不可估量 而且我看吴兄弟也是一个疼媳妇的人 听到他这话 邓倩也羞红了脸 不过他却很快地缓过神来 倾咳了一声江面上的尴尬眼去 毕竟他今天过来 就是为了拿下赵天涯 对他新公司的投资 原本邓倩对拉到赵天涯投资 还不是很有信心 觉得可能性小得可怜 可自从得知无尘之好钟妙云 他的心中就有了很大波动 邓倩在决定拉赵天涯合作时 就已经将他调查了一个清楚 也知道他这个人极重感情 更懂报恩 所以就像吴晨昨天所说的 他也一定会记得自己 将他介绍给吴晨这样的恩情 从而增大让他投资的几率 吴晨倒是颇为听话的 一直坐在旁边配合着他 时不时地跟赵天涯打几句话 屋子里的气氛还算轻松 赵哥打算什么时候回去 吴晨突然问 手一直在抓着邓倩捣乱的手 赵天涯看了一眼旁边的钟妙云 眸中闪过一抹疼爱 具体什么时候回去 还得看妙云的意思 之前一直没有时间陪他出来游玩 正好现在趁这个功夫 陪他散散心 钟妙云轻笑了声 别听他乱说 我们打算下午就回去 正好两个孩子也快要开学 我打算亲自送他们去学校 以后多一些时间陪两个孩子 也多带他们出来玩玩 吴晨跟着点了点头 这话倒是不错 有时间多出来玩玩 经过钟妙云这一病 夫妻两人的感情也越发得好 还看透了许多 原本俩人一颗心扑在工作上 经常因为忙工作的事情 而疏忽对两个孩子的陪伴 没有让他们享受到快乐的童年 而在绿水村走这一遭 倒是让他们认识到了一些 以前疏忽的东西 小倩也在吴兄弟公司吗 赵天牙好奇地问了这么一句 也觉得吴晨跟邓倩 和当初的他们一样 共同创立公司 他这个问题正和邓倩心意 原本还在纠结 怎么跟赵天牙提投资 他新公司的事 现在倒好 直接省事了 吴晨将话语权交给邓倩 也得这是他 拿下赵天牙投资的一个绝好机会 邓倩突然往吴晨身上靠了靠 笑眯眯地开口 我们两个不在一个公司 我之前一直在供销社担任经理 不过现在打算出来单干了 他有意无意地提起这么一件事 也是在给赵天牙提个醒 听他这么一说 赵天牙倒也想了起来 踏了下大腿 我这还得忘了 之前就是去供销社的时候 才认识的你 小倩倒是个女强人 钟妙云突然插嘴 心中却有了一些主意 邓倩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谦虚开口 算不上女强人 就是有力气没地方使 不想让自己闲下来罢了 几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 说了几句话 吴晨便开始忙碌中午的饭菜 邓倩也跟着进去帮忙 忍不住跟吴晨嘀咕了几句 你说他会不会同意给我投资 不然你就把话直接挑明了说 也不要再这么藏着掖着 吴晨提议道 邓倩摇了摇头 会破坏好感 怎么就会破坏好感啊 吴晨心中不解 皱眉看着身旁的邓倩 投资这个事情 由我提出来和由他提出来 这两个性质根本就不同 如果是由他提出来 这只能说他成了我的情 但由我提出来 这就变成了 我用人情胁迫他投资 心里会不舒服 邓倩倒也不愧摸滚打爬多年 将人的心思分析得清清楚楚 就连吴晨也有所不及 吴晨倒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其实昨天赵天牙 已经跟他提过投资的事 如果他早知道 邓倩要出来单干 倒还可以将赵天牙介绍给邓倩 这样一来也显得顺理成章 可偏偏邓倩来晚了一些 这就 而在这期间 赵天牙则一直在和忠妙云小声交谈着 目光还有意无意地落到厨房内的邓倩身上 你之前不是想往吴兄弟的要酒作坊 投资一百万吗 忠妙云率先出口 赵天牙点了点头 对呀 虽说之前吴兄弟拒绝了我们投资的好意 可我们也不能不计他的恩情 总归要做点什么的 可我看吴兄弟也不想让人投资要酒作坊 我们是有劲也没地使啊 赵天牙无奈地摊手 看着忠妙云 忠妙云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们没有办法报给吴兄弟 不是有他女朋友 经他这么一提点 赵天牙瞬间明白了 急忙点头应下 对对对 你这不说我倒是忘了 要不是小倩给我们介绍到这来旅游 你这病还不知道能不能治好 于情于离 我们都应该做些什么 夫妻俩说了好一会儿话 便开始在一旁 陪着两个孩子玩了起来 饭菜很快地做好端上桌 众人安静地将这一顿饭吃完 邓倩有好几次欲言又止 但又忍下了 眼神有意无意地描向吴晨 到下午六点 一家四口准备回去 在邓倩和吴晨出来送他们时 赵天牙将刚才与钟妙云的事商量说了出来 吴兄弟 之前想要在你的药酒作坊 投资一百万 结果被你拒绝 你救了妙云一命 我们夫妻俩也不是不计恩的人 况且还是救命之恩 正好小倩打算出来单干 我就将之前打算投资给你的一百万投资放到他公司里 这你可不能再拒绝呀 赵天牙把话说到这个份上 吴晨自然不会拒绝 况且这还是邓倩一心盼的 不过邓倩倒是被这个突然的惊喜砸懵了 原本还以为没戏了 结果 那谢谢赵哥 也谢谢赵嫂 邓倩倒也不客气 笑咪咪地硬下 随着赵天牙将一张百万支票塞到邓倩手中 一家四口开车离开了绿水村 邓姐 你这次拿下赵天牙的投资也有我的关系 也应该给我点好处吧 吴晨色咪咪地盯着邓倩的胸部 正准备伸手揽住他的肩膀 却被邓倩避开 早上不都给你了 邓倩瞪了他一眼 冲他扬了扬手中的支票 我不跟你浪费时间 现在有了启动资金 我得快点把新公司开起来 话音落 邓倩便风风火火地离开了 原本吴晨一直在巴望的赵天牙快点离开 这样也不影响他和邓倩再来一次 可现在却只能看到邓倩的背影 他不觉有些郁闷 惦记了那么久的事情 结果没有办成 好比煮熟的鸭子飞了 不过转念一想 邓倩这种不纠缠的性子倒也不错 吴晨摇了摇头回到家中 将刚才还未来得及收拾的饭桌收拾一下 打算用剩下的时间好好修炼一下灵气 在邓倩和赵天牙一家四口离开后 吴晨的小日子又开始悠闲起来 先是在村子里招了几个人 将之前重新租的三十亩地平整一下 后来将之前剩下的蔬菜种子 在这些地里种下 就光弄新阔的蔬菜地 吴晨就耗费了三天时间 不过看着满地嫩牙牙的绿苗 吴晨就可以想象到 金钱大把大把地朝口袋涌来 毕竟绿色无公害蔬菜是只赚不赔 将这一切忙活完 吴晨便直接打电话联系邓倩 邓姐 这么长时间你也不说给我打个电话 好狠的心啊 电话刚通 吴晨不着调地说了起来 邓倩这几天一直在忙着筹备新公司的事 连觉都有些不够睡 自然没有功夫跟吴晨在电话里逗乐 有什么事就直说 别给我装啊 他毫不客气地拆穿吴晨的伪装 烦躁地抓了抓自己的一头乱发 我这还打算支持一下你新公司的生意 没想到邓姐 吴晨突然轻叹了口气 摆出一副 既然你这么说那就算了的语气 等等 邓倩急忙出声喝止 他之所以如此激动 完全就是因为吴晨每次支持 他生意都是大手笔 像之前的大批量 果苗 以及新型大棚材料 不过之前的那些钱 他只能拿到很少的一部分 大额都落到了供销社口袋里 但现在新公司刚刚成立 最需要的就是单子 而此时吴晨的这句话 也无异于是雪中送炭 可在他这句话后 吴晨又开始装糊涂了 邓倩怎么了 你刚才不是还说要支持我新公司吗 你打算怎么支持一下 邓倩笑咪咪的问 而吴晨隔着电话线都能猜到 他此时定然是一副彩谜的样子 我这刚租了30亩地 正准备扩大一下大棚蔬菜的规模 想在你这买一些新型大棚材料 结果 一听到吴晨这句话 邓倩脸上的笑容越深 我就知道你最靠谱了 打算什么时候 把新型大棚材料弄一弄 邓倩 我可还没答应啊 吴晨嘴角挂着一抹淡淡的笑 依照他对邓倩的了解 为了达到目的邓倩 绝对可以使出各种手段 而他只要获得一些小小的报酬 你不在我这购买新型大棚材料 还想在谁那买 你倒跟我说说 你个小没良心的 邓倩冷横开口 他这一番话说下来 吴晨竟也不知道 找出什么话来辩驳 邓姐 我发现你真适合做生意 还用你说 邓倩得意洋洋道 浑然没有发觉 他无意间在吴晨面前 露出来的小女儿交态 吴晨突然倾咳了几声 一本正经的样子问 邓姐 我帮你公司弄了第一笔生意 你是不是应该给点好处 你个臭小子 还想要什么好处 你都已经占了我那么大的便宜 帮衬着点我新公司 不也是理所当然 邓倩倒也不是个愿意吃亏的主 这一番话说得理直气壮 帮衬着点自然是应该的 不过邓姐打算 什么时候再到我这玩玩 吴晨一点也不知道害扫 一个劲的在动弄邓倩 想看他了 还会不会像之前一样 说话那般肆无忌惮 兴许是因为真的跟他发生了关系 所以邓倩在他这里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害羞的神色 也收敛了一些 去你的 他瞅怒地喝了一声 外面突然有人喊他 邓倩也没功夫跟吴晨闲聊下去 你现在必须给我一个答案 在不在我这买 买买买 不在你这在谁呢 吴晨无奈摇头覆和 唇角的笑容却十分明显 显然是想起了什么好的事 算你识趣 轻飘飘地丢下这四个字 邓倩便挂断了电话 留下一脸无奈的吴晨 虽然说前几天早上已经摘下了这朵带刺的玫瑰 可邓倩这性子倒还真是跟别的女人不一样 够有挑战性 给邓倩通知后 吴晨便骑着自己的摩托车去了一趟邓倩新公司 之前也只是听邓倩说过 他还并没有来过 等他到的时候 却发现邓倩新公司的规模已经形成 看起来倒也是有模有样的 吴晨到来自然是邓倩亲自接待 忍不住向他炫耀一番 你看我新公司布置得怎么样 是不是特别棒 公司的环境不错 不过我倒是觉得公司的老总看起来特别养眼 吴晨不着调地说着 更是小小地夸了一把邓倩 对于这种夸赞 邓倩早已经听到耳朵奇茧 可在听到吴晨的夸赞时 他的耳畔还是不由地生起一丝红意 也只有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 他才会露出这种小女儿家的交态 不过邓倩也不是一个喜欢依附男人的人 他有他自己的骄傲 更希望自己可以做出一定的成就 在与吴晨简单交谈后 他很快就将话题转向新型大棚材料 你这次还是打算拿跟之前那种一样的 新型大棚材料 我给你推荐的是不是特别好 邓倩冲他眨了眨眼睛 吴晨点了点头 确实不错 这次过来还是打算弄三十亩地的大棚材料 直接付全款吧 一听到吴晨准备付全款 邓倩脸上的笑容更是藏不住 痛快 爱死你了 乍得听到这句话 吴晨也不觉有些吃惊 笑着打量了一下邓倩 邓姐光耍嘴皮子 有什么用 来点实际的 邓倩正沉浸在这一个大单子里 也就没有明白吴晨话语中的前台词 不禁皱眉看他 什么实际的 吴晨不相信他会听不懂自己的话 环顾了一下四周 见没有旁人走来走去 他突然一把拦住邓倩的腰 难道邓姐不知道实际的是什么 他的目光肆无忌惮地落到邓倩的身上 宽大的手掌在他的腰间捏了捏 挑逗意味十足 吴晨都已经表现得这般明显 邓倩自然不可能不明白他话语中的意思 不过就算此时没有旁人路过 可这毕竟也是在公司 邓倩心中还是有些紧张 轻轻捶了捶他的心口 我说你这一天天都在想什么 怎么每次都跟 一天天都在想你啊 吴晨想也不想地接过他的话茬 一句话将他堵得无话可说 虽说邓倩有些不好意思 可他的心中却还是美滋滋的 毕竟没有哪个女人不想被这样宠着 你先放开我 这里人来人往的万一被看见了怎么办 看见了就看见了 吴晨一脸无所谓地说着 顺便在他的脸颊旁偷了香 你不要脸 我还要脸呢 邓倩推推嗓嗓地 将吴晨从自己的身旁推开 脸上的红飞依旧遮挡不住 难得看到邓倩害羞的样子 吴晨倒也不由地笑了起来 而他这一声笑却让邓倩越发恼羞成怒 毫不客气地在他的脚上踩了一脚 然后趁着吴晨晃神的功夫 急忙从他的怀中钻了出来 让你笑我 这还有没有人权了 难道我连笑都不可以笑了 吴晨挑眉问 不行 邓倩霸道出声 女王架势十足 两人这会倒是正经起来 没有再像之前那般动手动脚 而在这期间 时不时的就有人过来让邓倩签个文件 吴晨见状 出声告辞 既然新型大鹏材料的事情已经定下来 那我就不打扰了 正好等一会 还要去一趟镇政府要补贴款 再晚就该关门了 你这个大忙人就接着忙活 邓倩也是 着实没有多余的功夫招呼吴晨 点头硬下 那我送你出去 这个就不用了 我看你现在这里挺忙的 我又不是不认识路 邓姐别忘了什么时候再去我那转转 吴晨临走前还不忘打去他一下 调侃地欣赏着他的害羞神色 经他这么一打去 邓倩倒是真的收了送他出去的心思 反而还恼羞成怒地瞪了他一眼 从邓倩的新公司离开后 吴晨便骑着自己的摩托车 去了趟镇政府 心里盘算着 等把大鹏补贴款要下来之后 正好可以再办一个养鸡场 饲养的材料自然就是剩下的菜叶 这样一来 不但可以废物利用 而且还可以增大收益 大约半个小时 吴晨来到镇政府 想着之前梁小燕对他的态度还算和善 应该不会再像段振江一样拖欠 所以吴晨的心情还算比较轻快 等他走到梁小燕办公室的时候 他正坐在里面办公 而办公室的布置 与段振江之前的完全不同 明显是做了大改善 看起来很是简洁 但又令人舒服 吴晨并没有冒冒失失地走进去 反而抬手敲了下门 进来吧 梁小燕没顾得上抬头 直接出声 而吴晨一点也不客气 坐到他面前的那把椅子上 梁振长可真忙啊 猛地听到这阵熟悉的声音 梁小燕方才从文件堆中抬起头来 我说是谁呢 原来是吴晨啊 他说着就已经起来 十分热情地跟吴晨握了握手 俩人方才双双坐下 吴晨并没有跟他说那些拐弯抹角的话 直接将自己此行的目的挑明了 梁振长 我这次过来是为了别的事 就是想来问问 我的大棚补贴款 可不可以披下来 吴晨笑咪咪地问 我已经在村子里面新租了30亩地 打算再购备一些新型大棚设施 一听到吴晨的来意 梁小燕的面上有一抹难堪之色 段振江这些年 已经将镇里的财政彻底掏空了 还留下了一栋烂尾楼 况且 吴晨这30亩地的补贴款 也着实不是一个小数目 镇里目前实在是拿不出吴晨的补贴款 见梁小燕一直不说话 吴晨便试探着喊了一声 梁振长 很为难吗 梁小燕很是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满脸歉意地开口 这补贴款暂时还没有办法批下来 段振江任职期间 这里面的财物都已经被掏空了 还有没有盖完的一栋大楼 资金方面实在有些捉襟见肘 见他这么说 吴晨也没有为难 随即拖而求其次地开口 这次的补贴款 先欠着到也没事 上次的总应该给我清算一下吧 那可是 拖了好一段时间 原本以为这样说梁小燕会答应 可她却还是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你上次的也是30亩地 资金的确有些庞大 而现在镇里的钱 只能用在那栋烂尾楼上 还是拿不出啊 见吴晨脸色有些不好 梁小燕紧接着开口 其实也不是我不想给你 之前建造那栋大楼的 李达康老板过来清算工程款 已经把镇里留下现有的资金 拿去了不少 而且因为之前拖欠工程款的事 李老板直接罢手不干 我现在收拾断镇江 留下来的一堆烂摊子 都已经快要忙不过来 如果你真逼着 我要工程款 我真是 如果不是镇里财政实在不允许 梁小燕也不会如此为难 梁小燕说了这么多 好话跟他说了不少 而吴晨除了放弃 也没别的办法 他原本还以为 这次到镇政府 怎么着都能把补贴款拿下来 却没想到 两个人面面相对 一时间谁也没说话 彼此脸上都写满了无奈 梁镇长 那你说 我这补贴款 什么时候可以拿到 总不能忍一个期限都没有吧 我这也有些急用 吴晨用尽量平和的语气 跟他说 希望可以解决这次的事 他知道 现在为难梁小燕 也绝对拿不到补贴款 倒不如好好跟他商量 看能不能在最快的时间里拿到 听吴晨这么说 梁小燕也有些不好意思 毕竟这补贴款 原本就应该立即发现 可现在却一拖再拖 虽说这不是他的本意 可他却也没有办法 把补贴款交到吴晨手中 这我还真没办法给你一个准话 毕竟现在镇上事情太多 需要用钱的地方也很多 可能会要很长一段时间 梁小燕不自然地看了吴晨一眼 心中却不由安安叫苦 没想到段振江居然留下这么大一个烂摊子 现在盗梦的他里外不是人 他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抹亮光 猛地拍了下桌子 对了 你如果急需用钱的话 我倒是可以帮你联系贷款 这也是我现在能想到最好的解决办法 你看行不行 梁小燕说话的态度素来很和善 他也就不多为难他 琢磨着现在要酒作坊需要大规模扩大 再加上近些日子筹备的养鸡厂 他这手头还真有些捉襟见肘 吴晨细细思索了一番 随即点头答应 行 那你帮我联系一下贷款 这个没问题 你三天后再来镇政府找我 我一定帮你办妥的 梁小燕总算松了口气 得到了梁小燕的答复 吴晨也就没有在镇政府多待 说了几句便离开了 出了镇政府 吴晨无奈摇了摇头 原本还以为 再怎么都应该把补贴款这笔钱拿下来 却没想到 不过 既然梁小燕已经帮他想到另一个办法 吴晨也就没再纠结那么多 算是卖给梁小燕一个人情 以后找他办事 也可以方便些 从镇政府离开 吴晨琢磨着 有好长时间没有去陈家饭馆 索性骑着摩托车 去陈家饭馆转一走 他站到陈家饭馆门口 就已经能看到 里面高棚满座的景象 转头看了一眼身后的 秦师傅餐饮分店 兴许是因为之前 从吴晨那里购买的绿色 无公害蔬菜 他们生意倒也不错 对此吴晨却没有任何反应 有了绿色无公害蔬菜的帮忙 生意好这是正常的 生意不好才叫奇怪 随意地将车停在门口 吴晨便迈步走进了陈家饭馆 看到里面忙得团团转的员工 吴晨也上去搭把手 有了他的帮忙 陈家饭馆的员工倒是轻松不少 很快将里面吃饭的食客送离 陈灵方才看到 一直在帮忙的吴晨 小陈 你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陈灵一脸震惊地看着他 只觉得自己是刚才忙晕了 居然没有看到他进来 一旁的李小超忍不住插嘴 吴晨搁过来好一会 还帮了我们好多忙 要不是他来 我看到现在人都走不完 吴晨用湿毛巾擦了擦手 随后又在脑门上摸了一把 跟着打去陈灵 我看灵姐忙生意都忙糊涂了 我这么多大活人走进来都没看到 陈灵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将手里面的账簿整理好 走到吴晨旁边坐下 正好你今天过来 原本我还打算给你打个电话说一下 陈灵笑道 吴晨好奇地问 什么事啊 现在饭馆的生意越来越好 这几个人手已经有些忙不过来 所以我打算再招点人 陈灵随即出声 你也算是陈家饭馆的股东 怎么着也应该询问一下你的意见 吴晨轻笑了声 不好意思地挠了挠脑袋 这是还问我做什么 你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了 看到吴晨这一副甩手掌柜的样子 陈灵也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 他这么说显然是对他十分信任 这倒是让陈灵心中十分舒服 陈灵的事情说完 吴晨倒是想起了自己的一件事 突然问 灵姐 你能不能联系到以前做工程的人 联系他们做什么 陈灵不解 我打算扩建要酒作坊 所以就想再扩大一点规模 吴晨将自己的打算告知 并无任何隐瞒 显然早已经将陈灵当做自己人了 陈灵轻点了点头 这个我还真有些不清楚 有时间我帮你问一下 那就谢谢灵姐了 跟我还说什么客气话 是不是不把我当自己人啊 陈灵瞪他 吴晨爽快地笑了笑 抬手在他放在桌下的手上捏了捏 当然把你当成自己人了 还是我的人 他这一声调侃下 倒是将陈灵斗得满面通红 瞪了他眼后跑开 顺道留下一句振振有词的话 我去帮你问一下 之前做工程的人 既然来陈家饭馆的目的已经达成 吴晨也就出了饭馆 准备趁早回去 他刚出饭馆 一直站在秦师傅餐饮分店门口 等着的唐天旧迎了上来 吴兄弟 您这是去哪 他舔了个笑脸凑过来 眼巴巴地看着 准备骑摩托车离开的吴晨 身子却不经意间 挡在摩托车面前 吴晨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脸瞬间拉了下来 你这是想干什么 你之前卖给我那么好的青菜 我这一直没有谢你 正好现在碰到 所以就想请你进去吃个饭 不知道吴兄弟 可不可以赏脸 不论吴晨的脸色有多臭 唐天的脸上都没有露出不悦 将自己的姿态放到最低 只为了让他进去 吴晨上下打量了一番唐天 某种闪过一抹深意 这唐天是什么人 他再清楚不过 从来都是无力不起早 可今天却对他如此殷勤 这样突然的变化 难怪吴晨会心生怀疑 毕竟吴视线殷勤 非奸极盗 不过为了不使双方的脸面太难看 吴晨却装作一副为难的样子 答应倒是可以答应你 可我这时间安排得太满 实在没空 这就没有办法了 不然等下次 他这番话说下来 唐天也不知道说什么了 尴尬地面对面站着 看着一脸漠然的吴晨 唐天心中忍不住一阵嘀咕 要不是为了将功赎罪 我哪里用在这看你脸色 见唐天无话可说 吴晨就准备骑着摩托车离开 可他刚坐上车 唐天便再次拦住了他的去路 吴兄弟 你先等一等 吴晨挑眉看他 还有什么事 其实这次不是我要请你吃饭 是我老板秦百胜 想请你吃饭 唐天一咬牙 将自己一直没说的事情说得出来 就怕吴晨再次拒绝 这是说来也怪 也不知道 秦百胜从什么地方知道 唐天使用音速可刺激生意 一通电话打过来 将他痛骂了一顿 甚至还想隔除 唐天负责人的职位 好在唐天比较机智 将前段时间 从吴晨那购买的优质青菜 给秦百胜说了一下 也让他看了一下 这段时间的账目 秦百胜能将生意做到这么大 也不会是没有眼力尽的人 当他看到唐天带过来的青菜时 很快觉得这里面有许多商机 索性就给了唐天一次 带罪立功的机会 只要唐天将种出这些蔬菜的人 带到他面前 他就不会追究 唐天上次使用音速可的事 继续让他担任分店负责人 这也就是为什么 唐天为什么看到吴晨 会这么殷勤的原因 毕竟这个关乎着他的饭碗 而吴晨在听到唐天的话后 并没有给他一个准信 反而拖着下巴思考了好一会儿 唐天心中着急 忍不住劝说 秦师傅餐饮分店在县里 都很有名气 我们老板对你所培育出来的 优质青菜很感兴趣 如果可以跟秦师傅餐饮合作 你种出来那些优质青菜的销路 以后就不用愁了 这可是一个天大的好事 他的这份鼓动 并没有影响吴晨的决定 而吴晨只是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你觉得 凭我种出来蔬菜的品质 会担心找不到好的销路吗 唐天急忙摆手 不 不是 现在他是一点也不敢得罪吴晨 吴晨说什么就是什么 只害怕惹得吴晨不高兴 到时候这祖宗直接骑着摩托车离去 那他的饭碗可就彻底丢了 唐天暗地里琢磨了一阵 组织好语言再开口 我的意思是你如果跟秦师傅餐饮合作 这就是双赢的事啊 虽然吴晨不待见唐天 可不得不承认 他所说的倒也不差 秦师傅餐饮分店 可以让优质蔬菜得到最大的回报 还可以在短时间内 打响绿色无公害蔬菜这个名头 而优质蔬菜又可以让秦师傅餐饮分店 提高一个档次 增加更多的客流量 为他们创造更多的金钱 吴晨细细思索了一番 半场没有出声回答 却将唐天急得不轻 他这番姿态 只是想看唐天笑话 当初唐天从刚到镇上的时候 就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谁都看不起 现在却一副被逼到跳脚的样子 这样的反差看起来倒也别有一番滋味 然而在吴晨的心中 却早有了主意 那时候知道菜的品质提高 还把菜卖给唐天 其实就是奔着和秦师傅 扩大合作的意思去的 毕竟秦师傅餐饮在县里的影响力 还是很庞大的 如果跟他们合作 绿色无公害蔬菜 就可以得到很好的宣传 现如今秦百胜已经开口 吴晨自然不会拒绝 欣赏够了唐天的紧张神色 他突然装作一副苦恼的样子 轻叹口气 其实吧 我还是不怎么想去 不过 你既然都已经把话说到那个份上 怎么着 我都该给你一些面子 那我就勉强答应吧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喜欢番茄故事的 你就点点订阅 爱番茄故事的 你就再点点赞